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天哪 车步上了 我刚来到这个村子里面的时候呢 这边的小孩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的内脸的 哪怕是我们在跟孩子们拍照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孩子们他们的脸上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笑容 我会思考就是说 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去帮助到这些孩子们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短期的指教老师 尤其是没有这个教师真正的这个专业经验的老师 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 要有一个随心应变的一个能力 孩子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什么 我觉得在大山里面的很多的孩子 他们其实是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的 不如让他们走进自己所生活的地方 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 因为一直以来我所提倡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希望这些孩子们 他们未来走出去了以后 也能够再回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让他们热爱他们所生活的这一片土地 这个是自然课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初衷 孩子们他们已经开始在创造自己的这个书页之画 还有一会儿我们也会用石头来做这个石头画 那么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子创造呢 我觉得就是好的 我们不能就是说太过的去追求完美 因为我们来到大山里面 我们不是说真正的要教会孩子们 去教会他们学会什么知识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在短时间内 是绝对做不到的 这些知识呢 我们是需要去反复的强调 然后需要进入学校的课程里面才能够做到的 我们真正能够做的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让孩子们感受到一个自我 家里情况会比较复杂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去调解一些距离的 去问一下他家人 就是他外来的这个成长啊 还有学习啊 各个方面吧 有什么样的想法吧 以外公太婆自己出养在大 他的爸爸呢 没有爸爸 怎么会就是 他爸爸是 不觉得到的 但是你们知道就是说 嗯 今天是那位小孩 他就是说 嗯 关系 有些后女孩有可能 到底是后女孩不怀疑 所以他就会有什么 然后是女孩 嗯 所以现在自己也能够 对 那自己也能够 对 但还是女孩是挺多的 然后拿走 然后那是一份朋友 那像我们的这些志愿者来说呢 我们也不能长久地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哪怕我们看到了孩子身上产生的种种问题呢 其实我们也是还蛮无力的吧 尤其是当我们 试图跟孩子们的父母去 或者说跟他们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亲户人去沟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身上的事情 以及他们的压力 他们的重担也非常重要 我们也会走访 也会了解孩子们的家庭情况 但是恰巧是因为我们也意识到 现在我们的能力 还不足以就是说 解决一整个家庭的问题 因为它是要分个案的 在国外的话每一个学校 起码在美国的话 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名住校社工 他是专门来解决孩子们的心理问题的 那么针对孩子们的家庭问题呢 也会有这种NGO 也会有这种非盈利机构 提供的这种个案咨询 专门为家里提供这种服务 但这个东西呢太专业了 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储备量还不够 相关方面的制度呢 也不算是特别的完善 我们现在也在试图做自己的社会机构 以及成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企业 希望能够说吸引更多的人才 加入到这一行里面来 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改变他们的未来 或者说我们的出现能够真正的去让他们 就是说马上他们就可以见到光明的 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我希望我们的出现 能够为他们的未来争取 我知道我们的力量很渺小 但是我也不会说 在半路上就放弃这个事情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好 很多人会质疑我们 就是说孩子们在大山里面生活的蛮好的 你为什么要把外面的这些东西带给他们 那是不是反而会造成一个负面的效应 我觉得这群孩子 其实他们就像 就像还没有被松过的土地 如果你不去松的话 它可能一直都是那样 你给他们种下了一颗种子以后 或许它就发芽了 或许它没有发芽 但是如果你不给他们去种这颗种子的话 那永远都不会发芽 那如果说我们在短期内 我们就想怎么办怎么办 我感觉我解决不了 我做不了 这个好像也有问题 那个也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永远都停滞在原地 我们永远都动不了了 恰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以后 我们更愿意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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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我们也可以来走 我们更愿意向前走 我奉行 你再会把呢 这是一个新鲜色 是一个新鲜色 我会冒险 在那儿 我的呀